大家好,我是尔柴 上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了 如何降低网站制作的成本 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用阿娃的主题的一个demo演示站 给各位还原一下 甲乙双方的沟通是什么样子的 我估计等你看完了之后 就知道该怎么降低成本了 因为客户挑选了模板之后 但他不知道怎么改 哪里能改,哪里不能改 能改的能改到什么地步 具体的沟通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先看首页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 首先是logo 这个标志的图片有什么要求 比如800像素宽 PNG格式 最好是透明的 这张图片需要准备 中间的搜索条是否需要更换位置 比如把它放在右侧 或者删除需要确定一下 这行文字是电话 电话号码放什么 然后再往右是购物车和会员登陆 会员中心 如果是做B2B网站 这两个按钮是可以删掉的 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是导航 是网站的全局导航 导航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一二级的菜单 横向是一级 下面的下拉是二级 二级菜单的内容 分别是什么 还有的客户想在logo的右侧 或者顶部加一句话 是这种动态的文字效果 虽然这个demo演示站 没有这个文字动效 但是这个主题有 我们也是可以加的 可以加在logo的右侧 或者加在顶部 加这个文字动效 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做之前提前跟我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网站是多语言网站 这个多语言的切换 是放在什么位置 是放在导航的右侧 还是放在顶部的右侧 虽然这个demo演示站里 没有语言切换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 也许不能放在 客户要求的准确位置 我们会尽量调整 因为这种网站 不能做到精确定位 我们在做之前 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有的客户他喜欢 把菜单放在logo的右侧 有的客户喜欢 把菜单放一整行 另外把菜单的文字调大 这样的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的 像这种需求 是要对页头进行重新排版的 PC端和移动端 都要重新排版 但是排版之后 不一定有原始的 这种设计好看 因为页头的排版 也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客户要求 必须重新排版 那也要接受排版之后 不如原版好看 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会尽量多做尝试 尽量让客户满意 还有一个就是页头的颜色 比如这行导航背景色 是白色的 客户呢 想变成下面的深色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变成深色之后 这个文字就要变成白色 也包括它的下拉菜单的背景色 还有鼠标划过的颜色 还有文字的颜色 这些都要重新调整 Avada主题的新版本 很多地方的颜色都可以改 具体改哪里 改成什么 直接给我们色值就可以了 修改起来也比较快 但是也不是说 所有的地方都能改 也有一些地方是改不了的 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能不能改要多尝试 修改颜色也是比较快的 我们这边改完 客户那边就可以直接刷新看结果 如果不满意 再换颜色 切记不要今天定了这个颜色 过两天再换另外一个颜色 再过几天又换 这样反反复复成本就高了